哈喽各位亲爱读者朋友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来到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我们不只读书也读人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讲师 曾培佑老师 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培佑 对我们今天老师呢要来教大家上台的技术 所以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你本身有常常需要上台吗 或者你渴望上台吗 好那关于上台如果你有很多恐惧 在今天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 更鼓励你转分享 因为老师今天要直接告诉你 然后透过这些 要让你自己紧接着在上台的时候 比较不紧张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本书 书名叫做极度吸睛 一开口就赢得全场的专注力 然后我在读老师的书的时候 我觉得老师的书基本上已经是一门课了 非常非常用心 所以我折了非常多页 就觉得这好像是我上课的时候 就用得到 然后也有些本身我自己在上课也常用 包括像小竹竞赛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老师来介绍他的新书 可是在这之前我相信有些读者 其实对你不一定不熟悉 因为老师你好像多数是在企业内讲课 比较多 所以我就好奇 因为我相信有些读者可能他未来 紧接着他也希望能够走向讲师之路 那我们就来聊聊 那老师怎么样成为老师的呢 我怎么样成为老师的 因为其实在台湾他没有一个讲师培训这样的一个科系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个人 修行真的在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跟着一个学长 他已经是在企业里面上课 那也有在国高中大学演讲或者是授课 那我就跟着他 然后呢去旁边学 然后当他的助教 是 对对对 好像学了多久 哦学很久 大概学了快要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那个就是你去嘛 你要当助教 然后接着你要录音 他也不会教你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练习 你来看我上课这样子 那好像传统那种 以前那个木工师傅或厨师 你只能在旁边用偷学的方式 对对对 以前木工师傅是打扫 像我们就是帮他做乐 比如说把电脑架好啊 然后帮他买车票啊 然后你到现场你就录音 有时候他PPT临时故障 你就要去帮他做一下 赶快紧急的处置 我印象很深刻 有时候三个小时的 他的演讲或课程 我们就录音嘛 回到家 我们大概要花两天的时间 写成逐字港 哇很辛苦 对因为他讲话速度很快 就像现在我们讲话的速度 是比较快的 对 你写有时候你跟不上 你就要暂停再重写 暂停再重写 就这样子写了好几本 大概有30本左右的笔记本 就是把老师的 师傅的话都写下来 都记录起来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当初还没有像 现在的AI可以直接逐字稿翻译 对对 有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手写你记得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都手写 因为我看你的问题里面 有一题叫做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上台 对我想这个主题 应该也很多读者会有兴趣 因为踏上第一次应该印象最深刻 对这个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 因为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尴尬的情况 太尴尬 临时CUE上去 真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一大早9点要在云里 某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 然后一整天帮他们的社团干部做一个培训 OK那一整天的课程 然后我们要一大早从台北坐高铁下去 大概5点多我起来 然后我正在就是刷牙系列的时候 我师傅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昨天吃坏肚子 吃坏肚子 他说反正你跟着我已经三年了 这个课你听了不下100次了 对 你去上 你去上 我说 对像是大学生还高中生 高中生的社团干部 可是你要上6个小时 而且我们的课 那个课有点像体验的课程 所以是有很多的活动在里面 然后你要引导反思这样子 我虽然说写了很多直视稿 但是你正式自己这样上台 但是没办法 因为他真的吃坏肚子 他就是动不了 那天他还跑去医院掉点滴 掉了一整天 好那也没办法取消 因为是零时一大早的事情 所以我就自己搭高铁 硬的头皮 对我那天怎么到学校的 我不知道 因为整个路上我就一直在翻笔记了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 就开始带 那当然啦 活动一个两个带之后 学生慢慢的进入状况之后 你的心情就比较好一点 放松一点 那就是第一次嘛 其实讲师是这样 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讲师这行走下去 有个很大的关键 其实除了满意度之外 还有就是课程再邀约率 课程再邀约率 他觉得不错 他愿意再邀约你 那你就代表说 你这一堂课上的不错嘛 那如果满意度填很高 可是他没有再邀约你 可能就代表 可能是课堂很热闹很喧哗 可是效果有限 所以他不会再找你去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 师傅派我去上课 再邀约率都还不错 那表示陪佑老师第一次算蛮成功 算蛮成功 而且六小时对一个完全新的讲师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如果是新讲师 我想说那我就先见一个小时 对 短讲 先从短短的演讲开始 而且一小时对很多人来说 要预备要预备很久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其实越短反而越不容易 像TED超难的 你要准备那么久 对啊 但是有时候六小时课 你有很多的弹性可以在里面 你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练习活动 对对对对 像如果大家想知道 朋友老师的演讲功力呢 网路上YouTube搜寻 曾陪佑 老师好像在TED上也有分享 我有在TED上讲过一场 对 我们真的准备有过久 所以如果大家就可以在那 那个影片上面看到 老师在现场的一个带互动的功力 那次好像也跟吸睛有关 对 一样的主题 一样的主题 对对对 极度吸睛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极度吸睛教你如何上台的技术 然后如果你渴望成为老师 或者你本身现在就老师 那其实这本书对你而言会很有帮助 可是我相信这时候有一些读者会 打一个问号了 说可是我本身不是老师 我也没有想要成为老师 因为觉得我跟不是师范毕业的 我踏不进那一行啊 那我们有需要读这本书吗 那请老师来解答一下 这本书主要有三个主要的受众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在上带状课程 比如说国小国中高中跟大学的老师 那带状课是这样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可能有一些现在很流行桌游 或是有一些活动很好用 可是你如果是一次性课程那些东西很好用 如果你是带状课程我举个例子 你好不容易学了一个很好玩的活动 很吸睛 可是你第一堂课完了嘛 第二堂课你要再玩 学生就会说这我玩过啦 有点腻 对有点腻 那所以带状课程这里面的方法就是 它里面都不是活动 虽然它都是52招 对不对 但是52招不是活动 比如说三次深呼吸 跟自己有关的 对那个是静心 我们都说专心来自于先静心嘛 是 对好 不会有同学告诉你 老师啊上礼拜已经深呼吸过呢 这礼拜还要呼吸吗 哦 不会有人这样说嘛 可以重复的 对它是可以重复的 然后学生不觉得说 啊这个我玩过了 我不要玩我腻了 OK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带状课程 在里面的方法 它都不是一个很结构的方法 可是它是一个 当你发现学生恍神的时候 很好用的方法 对 那像第二种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第一次遇到 比如说有些时候 企业的讲师他去上课 那他第一次遇到学生 OK 那这类型 你的带状课可以用 那第一次遇到的 在这本书的后半段 对 好就在讲这个 如果你第一次遇到 这样子的学生 对 就你第一次碰到他 那你的课程已经设计好了 对不对 可是 我没想到他们竟然那么厉害 对这个主题那么熟 或者是我没想到 我以为他们的先辈知识很够 但没想到 原来他们对这个主题 那么的陌生 是 好那后面有讲到三元素 就是意外 熟悉 跟情感元素 他是可以 立刻立马去做微调的 用三元素直接加进去用 你只要知道他背后的步骤就可以 对 所以老师这本书有很大的秘诀在当中 对 就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 如果你遇到的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主题很熟悉的人 或是你上的主题是通试型主题 比如说 我认为的通试型主题 比如说时间管理 对 每个人都应该要用到的 对 每个人都听过 但是你说他很熟吗 很像又不是那么熟 可是他生活中都在用 他会说 这个主题拜托 你还来教 我都不知道听过几次了 听腻了 对 听腻了 这是属于通试型的主题 像这种就是 学员对这个主题都有一定的经验 好那这本书的第三部分 就跟你分享 如果他有一定的经验 那我们就出任务给他做 就实际演练看看 对 但是你出任务给他做 他不一定要做啊 对啊 所以里面就有四个步骤 跟你分享说 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请君入翁 然后他说 我来做做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 然后我来提供我的想法 其他人跟在做的时候 你不做好像也怪怪的 对 没有错 那原本我们是 这本书是锁定这三个族群 但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 家里面 妈妈跟家人互动 或是家人之间的互动 家人算什么 常常遇到的人 就有点像代状课程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在跟家人互动的时候 我们说一开始 在 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属于代状课程里面 我们一开始要尽心 要放下 就是要先抓住学生注意力 让他知道说我们准备上课 那其实家人也是一样 就是 有时候 儿子可能还在忙其他事情 老公可能还在做其他事情 那我们就急着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 其实他们都是耳边风 都没有听进去 所以 专心的前提是静心 静心 你就可以把 对方要讲的东西 听到耳朵里面去 所以我发现前面的静心十招 某种程度 你也可以用在 比如说今天 跟家人的 家人的 或者是我们团队伙伴 也是常常遇到的人 是 对我们怎么样让他先 尽心 让他知道说 我现在要讲话了 这个话是重点 你要听 那我觉得 都是很好用的一个概念 而且如果 可能要带家里面的读书会 或者是带孩子一起写作业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 都可以运用里面的一些元素 来进行运作 所以这本书 不是只写给老师的 如果你本身 修饰在家里要教孩子 或者 也包括你未来 可能在职场上 你还是要上台 对 就你的上台并不是说 我要成为老师那种上台 是你要做简报 那你希望把老板的眼睛 吸到你的作品当中 或你的简报当中 那这本书里面都有方法 好 那既然讲到做简报 我这边补充一个 就做简报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敏感的识 敏感的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今天我们在讲一个东西 常常会列点识去讲 如果这个列点的重点 超过四个以上的时候 你要很敏感 的意识到说 这个我如果用我的嘴巴 噼里啪啦就把它讲完 通常听的人 有听 但是都不太会听进去 因为太多了 他的大脑会有点疲乏 所以当你发现 你的列点超过四个以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问自己 除了讲述法之外 可不可以加一点其他的方法 哪怕你只是讲完一个点之后 然后问说来各位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是 让他暂停一下 让对方的大脑消化一下 都是不错的 就要停下 因为当资讯量派大 其实他不一定听得进去 对 这个资讯量以前我们说是5加减2 根据研究 7 7 或者是3 现在说叫做4加减1 4加减1 所以现在人机力更糟了 听说有逐渐下降 钻助力更弱了 对 对 我就把它重生一个叫敏感的4 只要你的东西超过4个以上 对 你都要问自己 除了自己单纯的讲述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互相搭配 可以互相来搭配 对 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书 书名叫做极度吸睛 刚刚老师已经讲了很多 很厉害的招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吸住呢 有没有赶快记重点呢 因为我们待会要介绍更多 临场 在演讲过程或讲师的生涯过程当中 一定会发生的状况 所以赶快记得用按赞 并且转分享 透过分享 把这样的好节目 好内容传播出去 更把好书介绍给你需要的朋友 好那紧接着 我们就实际要来进入状况 因为我知道老师啊 成为老师的这个路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 学生 因为我知道老师有去学校演讲 对 无论你国小有讲过吗 有 国小有讲过 国中 高中 大学 从9年一贯到大学都走过一趟 每个学生其实状况都不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我自己也去学校演讲过 我觉得 高中以上其实就稍稍有点难度 高中还算还可以专心 大学会直接趴在桌上给你睡 没有床 就直接还没开始之前 他已经先趴着睡 因为昨天可能熬夜熬通宵 约会没有回来 所以他有出息 对你还有面子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来看老师的功力了 老师在这边提到说 要让听者跟上 需要先放下 所以我模拟一下 假设我是一个大学生 我就直接趴在桌上睡 那老师你会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关键老师 不要等到你正式要开始讲的时候 才处理这件事情 像我通常有个概念叫做预告 比如说我通常上课前十分钟 我就会到 那我发现现场要么在吃早餐 要么还没进来 要么就趴在那边 甚至有人戴着耳机 在听音乐 我看过还有在打牌的 打牌的 对 我们前面会在后面煮泡面 对 煮泡面很香 这个人做的灶门 对 那像这种时候啊 你如果你是比如说 正式要开始上课了 你才开始讲这些 你光处理这些现场 就要处理很久 班级管理要花很多时间 对 所以放下里面有一招叫做预告 什么叫预告呢 比如说剩下五分钟要上课 我就放一首歌嘛 对 放一首比较轻快的歌 然后跟所有人说要上课了 有没有看到你旁边还在睡觉的 帮我把它叫醒 或者是如果你刚睡醒 你起来走一走 然后去外面喝个水 洗个脸 上个厕所 对 准备要上课了 好 那我就看他有没有叫 把那个叫醒 如果没有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自己去叫他 亲自叫 对 我走下去让所有人知道说 我是很在乎 你有没有醒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睡觉吗 除了他前一天很累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是 他在其他课程睡觉 老师也没有说什么 对 但是如果是堂课 我是很在乎的 那我就去叫他 我把他叫醒 把他摇醒 然后跟他说去上个厕所 去洗把脸 是 要准备开始了 那有没有遇过那学生脸很臭的 有啊 臭给你看 是啊 就让他臭 就让他臭 因为你总比看不到他的脸好 是 那他脸臭并不是因为你 他脸臭是因为他很累 对 又被叫醒 对他被叫醒 对他不开心嘛 但是如果他没有醒来 他没有办法享受到后面的课程 是 所以这个叫做预告 预告 好那正式上课的时候 当然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放下 那举个例子 如果大家都很累 趴在那边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 就会请大家站起来 直接站起来 对站起来 好那有一招叫做五身法 五身法 五身法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来看一下教室 等一下当我说开始之后 你找教室里面的五个声音 五个声音 要听五个声音 对你找到才可以坐下 找到才可以坐下 那如果他们真的很累 我就要请他们找十个声音 找十个声音 十个声音很难 尤其我 我并不会刻意发出声音 是 你说万一有人找不到怎么办 我就是要让他找不到 就是让他 对 让他耗在那边 然后让他去找声音 然后让他站着一下 那你会计时说 那我们就找多久 会不会有人就这样站个半小时 没有没有 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 一分钟 上台吸睛 就一开始那个放下 通常都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 让他整理一下 那如果真的太累了 我会让他走一走 走一走 你走动 走动一下 然后比如说找教室里面 十个黑色的东西 但是不能翻别人的书包 你就走动 去找一下 不能讲话 讲话我觉得换任务 比如说变成十个红色的东西 好不容易有人找七八个 又有人讲话 我在换任务找十个绿色的东西 哇 那你说老师他找到什么时候 万一都没有找到呢 没关系 两分钟到了就请他在原地站里 随机访问 这时间也是你控制的 对 你要记得就是一开始 我们常常上课中想起站到台上 就会请学生拿起笔翻开书 对 其实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请他放下 放下什么 他正在忙 手边的事情 对 放下他手边的事情 那他才有机会跟上你 准备要讲的内容 对 对 所以这时候也给大家任务一下 赶快听一下你身边有什么声音 或听一下直播有什么声音 听到的就在下面留言 看看你能收集到多少声音 你可以马上写出十个的 对 就真的很厉害了 敏感度非常高 对 那这种事在开场前 那我有想过一种状况是 那已经开场了 好那大家坐下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大学生 对 其实真的很难专注 对 他会听没多久之后 就开始滑起自己的手机 对 那这时候又该怎么办 是 好 你看像我们刚刚有说敏感的事 对 像敏感的事 意思就是举例 假设我们今天在检讨考卷 考卷是不是一定超过四题 嗯 如果每一题都是老师自己检讨 绝对超过嘛 对 绝对超过敏感的事的这个范围 那学生就觉得 哦 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同样的东西 就是题目 他会觉得很腻 但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考卷有三十题 那我们颁奖假设有三十几个人 是 我分成六组 一组大概四到五个人 或五到六个人 嗯 对不对 好了这一组负责这五题 那一组负责那五题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不要自己去写这个答案 我们可不可以 我负责这一到五题 我就去访问教室里面的其他人 哦 这五题你认为答案是什么 让他有事做 对啊为什么这个错 是 让他有事做 然后后来之后呢 这五题就这一组介绍 呃六到十题就这一组跟大家讲 你看你有发现 因为他超过四 我一定要在讲述法以外 嗯 加上一些其他的方法 对 好那 那为什么原本他很专心 加上一下讲的嘛 就是他已经放下了 他原本就很专心了 可是为什么走到最后 他还是在滑手机或者是晃神 我首先第一个啊 这个心态的部分就是说 老师千万不要觉得是你讲的不好 也千万不要觉得学生怎么会那么不专心 他故意的 其实不是 只要人 都有一个注意力的极限 注意力的极限 对啊对像我很喜欢看 有些人喜欢看复仇者联盟 对 像我很喜欢看那种大型怪兽 比如说最近不是有那个 不是前阵子啊 特斯拉 不是不是特斯拉 那个 哥吉拉 哥吉拉大战金刚啊 对 哥吉拉没错 哥吉拉大战金刚 那个是我的最爱 就是我有收集很多这种 模型或者是漫画 是 那我就去看 你知道你去看哥吉拉大战金刚 你最想看的就是 哥吉拉跟金刚互打 对 就是你看到一定觉得很贪心 很刺激 可是如果整场电影一个多小时 两个人就一直打 两只怪兽就一直打 一直对战 你看了也会腻啊 那你怎么办 所以 电影的编剧 他们就会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找人类 去发展一些感情 是有爱情出现 对 讲一些好笑的台词 那些在干嘛 嗯 那些就是当你看到打架 打到腻的时候 是 要转换 可是这里面是个学问 就是打多久会腻 打多久会腻 对 打多久会腻 所以需要这个台词来转换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打没两下就转换 打没两下就转换 这就是哥吉拉之前上一集被诟病的地方 就是哥吉拉出现的场面太少 转场过程 对 都是人在讲话 这就是什么 你的转场的时间 大过于你的主軸 是 对 那你也不能全部都是哥吉拉在打架 因为那会干嘛 超过敏感的事 超过敏感的事 你打架打超过失乱 就算我再喜欢看 我也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对 我就会开始恍神 演唱会也是如此 你可以想像各种生活的情境 比如说八点档 为什么要广告 因为你看久会腻 即便是你自己想要看到 演唱会为什么要请嘉宾 因为我听同一个歌手 我自己买票的 声光效果很好 我听了五首歌 我也会腻痒 所以什么情况下 需要转换 长时间 对 那转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第一个 叫做 转换资讯来源 你看 原本是 某个演唱会的歌星在唱歌 接着他请嘉宾 就是另外一个资讯来源 你的嘴就是一个资讯来源 那另外一个嘴就是资讯来源 金刚跟哥吉拉是一个资讯来源 人类的角色是个资讯来源 那在教室里面呢 我的嘴是个资讯来源 那各位你可以想一想 剛剛我用俊德这一招 你可以留言一下 你觉得教室里面还有哪些资讯来源 你看哦 妈妈讲话 有时候家人 父母跟小孩讲话 他们觉得你在睡睡念 为什么 因为你单一资讯来源 而且你讲超久 超过敏感的事 压力很大 对 所以你转换资讯来源 我举个例子哦 你说叫小孩讲 叫小孩讲他不讲 我跟你分享一招好不好 教室里面很长一招 你把你要讲的东西 写成好几张卡片 哦 贴在墙壁上 让他去找 对 你让他去看 然后来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我讲话 我把我要讲的话 都贴在墙壁上 要用无痕交代 要无痕交代 不然墙壁会受伤 你自己去看一圈 看一圈回来之后 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现在这个问题 爸爸今天不多说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在教室里面 叫做讲义的嘴 讲义的嘴 讲义也可以当作一张嘴 就是你今天你讲话 讲话 讲有点久了 你看他们表情有点恍神了 你回来把讲义打开 第26页 第26页 你把我给你的内容看完 自己看 看完之后再翻下一页 有三个问题 找小组讨论 没有发现 讲义的嘴 小组讨论就是学生的嘴 然后最后 我们来看你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一个转换 这是一个转换 影片的嘴 你知道有些老师 我觉得很酷 他自己在家里面录影片 录他上个家的影片 可是他本人在教室里 如果你没有用资讯来源转换的概念 你觉得这个很荒谬 人就在现场 你干嘛不自己讲 可是你了解 注意力极限这件事情之后 影片虽然也是我 可是你用影片来讲话 那就是一种资讯来源的讲话 所以这个我延伸到一个情境 有些老师会说 奇怪了我看到学生有点累 对不对 好我就讲故事 讲我昨天发生的生活琐事给他听 因为他们听得很开心 可是一回到教学重点 他又不听了 马上趴下去 所以讲了一句名言 就只有讲生活的事情 讲故事你们才要听 讲课程重点你们就不听 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刚刚讲的 各位你想一下 对 为什么会听你 是这样子 因为你虽然在讲生活琐事 虽然在讲故事 可是你还是单一资讯来源 是 还是你的嘴 如果今天你还是想要讲 昨天发生的生活琐事 可是你要转换资讯来源 你知道可以怎么做吗 举个例子有个老师 他之前上完我们的课 他是这样子做的 他抽签 26号 26号同学的类 他就要站起来 讲一讲他昨天发生的喜怒哀乐 就讲其中一个 然后他就说啦 你想要听我们生活发生的事 那你也要分享你的 当然啦 你要再以可以揭露的内容为止 比如说你的隐私到哪里 你觉得可以接受 你就讲到那一块 可是我自己有类似遇过 如果cue出这问题 然后底下学员 他被点到 他没有答案 没有想讲 这时候 老师会再cue下一个吗 你要这样想 我们会一直打一个点 就是 你想要听听看 大家每天发生什么事情 当做一个消遣 对不对 当做一个转换 你就不想一直听课 那到底你也要贡献一个 大家互相交换 老师的签卡在里面 抽到老师就老师讲 真的没有讲怎么办 你鼓励他 鼓励他 昨天发生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昨天发生你最开心的事 没有 有没有人要救援 假设也没有 都没有 人缘不太好 都没有 那就请坐 你说这样就没有 没有有什么关系 你会发现 这就是一个暂停 这也是一个注意力 所以不要勉强 对 当他没有要讲话 都全班注意他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资讯来源是关掉的 对 关掉的时候 没有 那我们就开始了 不勉强 但是你知道 我们就是用抽的 你总是要愿意分享 别人也愿意讲 大家都讲 那我们上课就会很有趣 所以你说你想要听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生活琐事 那就要看大家了 有没有去取决于你们 我觉得这个老师用这个方法不错 他就在做一件事情 转换资讯来源 当然 有些人说 这样子我课程进度上不完 所以转换资讯来源 依然是可以走课程进度的 比如说刚刚讲义的嘴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请学生自己看 对对对 请学生自己看 然后你设计好 他只要转换 他的大脑就会重新 倒数计时 他的注意力极限 那至于其他的嘴 或其他的方法 就欢迎大家 极度吸睛这本书 全部写在里面 是 但是核心概念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极度吸睛 我们邀请到 重量级讲师 曾陪佑老师 来为大家解析 如何上台 以及上台之后的 所有事情 我这边可以插话一下吗 就是那重量级讲师 有些人说你是太高调了一点 竟然称自己是重量级讲师 重量级 我跟他分享 因为有时候我上台自我介绍 我会这样说 大家好我是曾陪佑 身高181 体重141 接下来最害怕的 就是身高跟体重变成1比1 到那一刻我的生活 就活成了一个圆了 所以 因为我的体重140几公斤 所以这个重量级 意思是我的体重的意思 是重量级的那个重量 对对对 它其实也是一个 你说里面有个元素 叫意外元素 嗯 的一个运用 这样子 这病人其实在自我介绍上 很好用 对 所以每个人也要为自己找一个标签 然后进而 帮助你的学员 或者旁边的朋友 认识你 是 所以老师用重量级 来贴上自己 成为生命的标签 是 好所以 赶快为今天用按赞 并且转分享 把好书传播出去 也同时 把今天的好技术学起来 好那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开场 然后解决了睡觉滑手机 好那 紧接着在 课程当中 我在读老师的书的时候 发现 老师也曾经有过 惨痛的遭遇和经验 嗯 可是后来 就老师刚刚说 一个课好不好 不是只是课程满意度而已 对 还包括 那个 公司或者这个课程的单位 会不会再找你 再讲一次 对 听说这单位是跟101的公司有关的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主要是培训的教师 是在101里面 培训的教师在101里面 他们公司里面 就是有办公室在101这样 是 那一天其实 早上上到晚上 上到下午5点 那算整天的课程 算整天的课程 那大概 在4点多 就剩大概40分钟到下课的时候 部门的经理就来了 大家看一下情况 他发现 大家蛮认真的 4点多会下课 大家还有笑声 还有讨论声 蛮热烈 就是你现在已经知道 这就是用学员的嘴在讲话 我就让大家互动练习 对 你不断转换资讯来源 其实到最后 都还是可以抓住读读 OK 那他觉得还不错啊 那就5点时间到了 那大家就下课 这样子 那下课之后呢 那总 那个经理就来说 陪友老师 这个不错耶 很少看到 都快要下课了 还那么有精神 对不对 都还有笑容 蛮好的 我就说 哪里哪里 就应该的嘛 就是来帮大家上课 我那时候内心想 哇太好了 看经理那么满意 接下来应该还有机会被邀请 还有机会被受课邀请 对对对 啊结果经理就随机 问一个正在搜东西的这个 学员 夥伴 欸小琪啊 假设叫小琪啊 小琪啊 今天收获什么啊 好 那个 这个 有没有收获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啊 假设这样问 小琪喔 她想了一下 你其实 你其实讲一两个收获都可以嘛 才刚下课而已 怎么可能讲不出来呢 可是你知道吧 小琪想要想说 呃 东西很多啦 我现在头脑 东西太多了 然后我去整理一下 还要消化一下 哦 现场有点尴尬 就是 你才刚结束耶 怎么可能会讲不出来 但是即便刚结束 小琪都讲不出来 好 那他就问 好Maggie啊 那你的收获是什么 金理又问一个Maggie 好Maggie呢 哦我记得老师 讲那个笑话超级好笑 带那个活动超级刺激 是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吗 Maggie虽然有讲 对 可是呢 跟教学重点没有关系 跟工作上也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 啊这下子哦 就是我跟金理的表情 都有点尴尬 啊金理呢 也就客客气气的 里里帽帽的 送我到 电梯口 然后我就离开 然后呢 从到今天为止 我都还没有再进过 一零一那家教室 啊为什么 因为 课程再专心 都是为了让他对课程内容有收获 啊你对课程内容没有收获 其实都只是一场喧嚣而已 是 啊后来我回去我就 痛定思痛 就是不断检讨 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发现了 有些时候 你上课不能太心云流水 啊 我以前认为 心云流水是个赞美的词 尤其是对就是 很流畅 很流畅 对很流畅 是个赞美的词 可是太流畅 就像我们台湾的地形一样 高山很多嘛 所以有时候下雨 如果你没有水坝 水就直接流到台湾海下 冲掉了 对 哇那个水是直接冲掉的话 那个养分就还那么多嘛 因为它一下子就冲下去了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 上课反而不能太心云流水 你在中间要建水坝 要暂停 对要暂停 那个水坝是干嘛用的呢 在这边暂停两分钟 这边暂停一分钟 刚刚我讲的内容 如果你要抓三个重点 你想一下会是哪三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暂停透过提问来办出 好 那有些时候你的学员如果是 你暂停透过提问他就睡着 好 那你的反除就不能用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是动机很高的人 要记得反除很重要 对 你可以说 刚刚这一篇文章 比如说这一篇文章 如果你用笔 帮我画三句最重要的话 你会画哪三句 这个也很好嘛 你让他自己反除 是 但是如果你说 我的学生我叫他画 他马上就给我仿神 不见了 那我去上厕所 然后再也没回来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里面 也有分享在结尾吸睛这边 是 有十招 我要你反除 而且我要你不知不觉 就在进行反除 对 比如说里面有一招 是我最常用的叫做 一人独行 一人独行 邀请所有同学站起来 学员站起来 椅子靠进去 刚刚前面一个小时讲的内容 我们两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教室里面 帮我走动 不要去看墙壁上的东西 不要跟别人聊天 你就想一件事 刚刚一个小时 你听到的内容 可以在你工作上怎么误用 是 对 好了你开始走 然后要讲话吗 不能讲话 都不能讲话 一人独行两分钟 所有人都不讲话 再一直绕绕绕 对 我可能就放一首歌 简单轻柔 没有歌词的歌 然后让他走 然后走走大概三分钟 两分钟 到了之后 请大家暂停 接着我就说来 刚刚是一人独行 人家是与神同行的时间 就是隔壁那个 比如说我找到你 因为我们两个人想三分钟 刚刚一小时的内容 我们可能想的东西 不会一样 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讲 我刚刚想到什么收获 可以在工作中怎么遇到 是你没想到的 对 那你不就有更多的收获 我那一刻 我不就成为你的神 我也希望你成为我的神 所以我们两个又走上一段 两分钟的路 希望彼此成为彼此的神 那你有发现吗 这一趴就在干嘛 暂停 对 让刚刚一个小时 流进来的东西 搬出一下 整理一下 我发现后来 我这样子做之后 当经理下课问人说 你今天说过什么 再也不会有人说 我只记得活动 只记得故事 或是再也不会有人说 东西好多回去 不会 他可以马上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给了他一分钟 一百二十秒 整理的时间 是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你在开会 或者是在就是 上台分享心得 或者是家里面跟家人谈话 有时候你噼里啪啪的讲完 其实就好像 水一样 奔流到海 就不复毁了 事实的暂停 让他想 你想一想 我刚刚在讲什么 你想一想 爸爸这样跟你说 用意在哪里 你想一想 为什么一大早 我要集合大家 讲这件事情 每个人等一下说一种 这就是一种暂停 我觉得这个是在 结尾 这个叫做结尾细琴 可是结尾的意思 并不是课程的最后 是每一个重点 一个结尾的时间 每一个重点 就是可能在半小时 或一个小时就听一下 然后让大家可以 整理消化刚刚所学的内容 那我把这个叫做放手 就是你要放下手中的麦克风 就不要再 很多的老师说 结尾我知道 我有在做啊 每一趟结束 对我自己总结 你自己总结还是在流水啊 他的大脑还是在吸收 他没有暂停做板厨 他还是在被动接收 没有主动思考 所以你把你要讲的时间 让给他 放手 放给学员 放下你手中的麦克风 让他来 所以不知道 各位读者朋友 你听到这里学到什么 我们现在要暂停 用30秒时间 请反出一下 在下面留言 从刚刚到现在 将近半小时的时间 你又收获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然后 留三个重点 试着留三个重点 想不到没关系 至少要写一个 因为这样才不会今天 哇学到就忘记 可惜了 因为当你书写的时候 其实那个印象最深刻 没错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介绍的 这本书叫极度吸睛 除了极度吸睛之外 也要极度学习 真的记在心里面 就能够把所学的应用在生活工作 那这门课才有价值和意义 好那我紧接着我有另外一个好奇 因为我相信老师自己在成为讲师的路程当中 老师做多久 十年到十年左右 十年之久 这十年当中还有包括前面三年课 还有实习等等之类的 有很大量的时间投入在教学工作当中 可一定会有一些低潮 或者是遇到在上课的时候 学员没有分心可是老师分心了 就卡住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老师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老师自己卡住我 我倒是还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比例比较低就对了 比例比较低 那有没有遇过低潮的状况 其实老师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不外乎就是你上完课之后 你看到学员的眼神或是表情 他们觉得今天来这边上课很有收获 其实他那种表情 那种眼神 你在内都很值得 可是有些时候你上完课之后 他们就不会有这种表情 不要说没有表情 他们连人都没有了 对都不见了 会有这种表情 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讲师自己 在课程设计上面 就多读书嘛 多上课嘛 就像我跟俊德 常常在各种上课的场合遇到 对不同的学习场合 对对对多读书 多上课多思考 我觉得这是老师在课程设计上面 很重要的事情 对然后接着就老师备课 可是有些时候是 你备好课了 而且你在备课的过程中 你还会笑哦 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如果我的学生听到了 我的学员听到了 一定会很有收获 你光想到他们如果理解 你讲的东西 那种满足的表情 你就很开心嘛 是 可是到了现场 你发现事与愿违 就是所以 第一趴怎么样 我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第一趴就是课程设计 多读书 多上课 多思考 但第二趴其实就是教学设计 教学技巧 当你发现学员他的 一开始的动机不在你这 他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要上课的时候 你噼里啪的 把他的内容丢给他 其实你的失落感会很重 我觉得有些时候 老师最大的失落 就来自于这里 就明明我觉得 这东西是很有用的 可是为什么很像 学员没有给他 对没有收到 对好 那这个就是课程设计 那教学设计上面 需要的我觉得就是这本 《极度席经》在讲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 就是老师下课之后 那种失望的表情 到最后他就是有点麻痹 因为反正现在的学生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不想听 他们就是很容易被外在东西吸引 好像赶着待会下课要去打工 对对 所以我觉得课程设计 所有老师都很努力 那教学技巧部分 这本书可以帮上各位老师一点吧 对我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厉害 很精彩 因为这边标题叫 上台不能场 其实光能场这件事 就让很多老师头痛 对就很冷 然后老师也觉得自己 不是一个幽默感十足的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幽默感这件事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练得来的 对对对 有一些老师明明就是 他过去讲课很僵硬 然后你忽然叫他变搞笑 搞笑会人格分裂 对 这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老师反正应该就很幽默 我个人最大的建议是不要搞笑 不要搞笑 因为搞笑应该说 我们都希望教室里面有笑声 可是笑声应该是一种附加价值 你专门为了希望学生有笑声 而去讲笑话 通常那个难度很高 你去看突破修演员 也不是每个段子都有人笑 那个有人笑的段子 都是他经过千锤百练出来的东西 对啊 像我最近去上那个集系引导课程 那个老师就跟我讲 在集系引导里面 有一句原则叫做搞笑是一种罪 搞笑是一种罪 那笑声是附加价值 对 为什么搞笑是一种罪 他们集系都不是为了搞笑的搞笑 可是为什么底下的人会笑 是因为你活在当下 看现场的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好 举个例子 我们在课程中怎么样可以让学生笑 他们有讨论 他们有进行任务 你有跟他互动 那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笑声 那你发现 多你纯讲述是绝对不会有声音的 就不要全部自己讲 对对对 那当然往下讲就是 只要他专心就好了 不一定要让他觉得很好笑 其实这本书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的书名 极度吸睛是我们远流的编辑 帮我们取出来的 非常好的名字 大家一听就很熟悉 可是我刚开始的书名叫做 累但依然专心者 累但依然专心者 因为我一直认为 学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就是要思考才会学习 而思考让大脑很耗能量 其实会蛮累 所以你走到一半会晃神是正常的 但我们怎么样在他很累的时候 我们用书里面的方法 持续掉着他的注意力 拉回他的注意力 然后让他继续思考 继续有所学习 那学习久了久了 他有学到一些滋味 他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主动 所以我认为 类并专心者 其实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大 一个很大的目的 对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老师这本书实在太精彩了 所以老师自己在预备这本书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在书写的时候卡住 或者你自己在书写 有没有什么希望能够跟 读到这本书的人传递的资讯 OK 我在书写的时候 我脑中出现的就是各种 我这样讲 我脑中出现大概就唐三丈 唐三丈 他想要苦口婆心的 想要把他的想法 理念 跟他的 土耳说 比如说孙悟空或朱八戒 可是他们总是嫌他烦 嫌他啰嗦 然后呢 左耳进右耳出 那我就在想 如果唐三丈读了这本书 那或许孙悟空 朱八戒 跟沙悟尽 就比较能够知道 唐三丈到底为什么 那么努力的 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我觉得每一个想要把 想法理念传递出去的人 都是唐三丈 每一个他想要传递的人 其实都可能是 苏悟空 朱八戒 或者是沙悟尽 那这本书 教你 或是跟你分享 怎么样 让这些 苏悟空 朱八戒 沙悟尽 专心的听你说 所以听到这里 我觉得这本书不只是老师可以读 连主管都应该看一下 因为主管常常需要上台讲话 然后讲到下面其实都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你需要方法 才能让你的底下的员工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透过互动讨论 以及包括我们刚刚教的总结 所以这时候邀请你总结一下你今天的学习收获 用一句话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交流分享 然后更鼓励你把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之后把祝福传播出去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陪友老师来介绍他新书 极度吸睛 也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都能够成为好老师 也透过这样的能力 把这样的影响力持续传播出去 好再次感谢老师咯 谢谢 统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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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